世卫将成立新的病毒溯源小组专家推翻此前结论 美中能否在竞争同时进行合作专家分析 民族主义泛滥中国男星遭20多个合作品牌解约 立陶宛遗遭中共报复机密文件获益泄露 大家好 今天是美新时间8月13日 欢迎收看第四期望违独报 我是Cherry 世界卫生组织8月13日表示 它正在成立一个新的小组来追踪新冠病毒的起源 试图结束它所称的阻碍有关调查的政治得分做法 年初率领世卫议员调查小组前往中国武汉市的丹麦科学家 安巴雷克12日公开质疑年初的调查结论 是当初所称实验室外泄即不可能是与中共谈判的结果 世卫组织13日表示 正在成立新型病原体起源国际科学咨询小组 称这个咨询小组将支持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起源 快速开展进一步研究 世卫组织呼吁所有政府合作 加快新冠溯源研究 并对这种情况进行去政治化 世卫组织发言人法德拉夏布 13日在联合国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应该一起努力 每个人都想知道这场百年来最严重的大流行病的起源 华盛顿13日对世卫组织的这个计划表示欢迎 一个由世卫组织领导的小组在1月和2月期间 在武汉市及其周边地区待了四周 该小组在与中国科学家共同撰写的最终报告中说 病毒可能是从蝙蝠通过另一种动物传播给人类的 报告说 病毒从实验室泄露出来是一个极不可能的起因 然而世卫组织代表团的负责人 彼得·本·安巴雷克 12日在其母国丹麦播出的一个纪录片中表示 有关实验室的假说值得进一步研究 据根据《华盛顿邮报》等英语媒体的报道 安巴雷克在接受丹麦电视二台采访时说 代表团在武汉考察时 中共官员向他们施压 要他们放弃有关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假说 在代表团成员的坚持下 报告中提到了实验室泄露的说法 但称其极不可能 并表示不需要进一步调查 《华盛顿邮报》说 在纪录片没有播出 但丹麦电视二台网站上登出的采访评论中 安巴雷克说 中国方面有可能出现一次人为错误 但中共的政治体制强调 永远正确和实权实媒 某人也许想隐瞒某些事 谁知道呢 此外 安巴雷克也提到 世卫小组在与中国科学家交流后 才获准进入研究蝙蝠的实验室 当时世卫专家应该有权发言及提问 但他们没有机会查阅任何文件 他还说 被怀疑带有病毒的蝙蝠中 没有一只是在武汉附近的野外生活 唯一有可能接触这类蝙蝠的是 武汉各病毒实验室的人员 美中双方在多方面发生冲突的同时 也对外释放信号称 不排除两国在气候等应议题上进行合作 两国是否能够真正合作 引发各方的关注 美国政治学家 中国问题专家裴米欣教授认为 美中目前无信任 任何合作都将是困难的 自1月上任以来 拜登虽然在很多事务上 基本维持了他的前任川普的强硬对华政策 但他同时也多次释放信号 称愿意在气候等议题上与中共合作 美国克雷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 培米辛8月12日 在日经亚洲论坛上发文称 在拜登和川普之间有一个主要区别 川普认为 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共的一个骗局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合作空间 而拜登则寻求在气候变化和其他全球问题上 与习近平达成共识 培米辛表示 尽管现在全盘否定美中在气候等重要问题上的合作 可能为时过早 但过去6个月的经验表明 美中不太可能成功找到稳定双方关系的方法 培米辛还说 可以肯定的是 这两个地缘政治对手之间 任何形式的合作都将是困难的 美中在任何事情上合作都需要最低限度的信任 可悲的是 这种信任现在还不存在 北京认为美国阻止其崛起 而华盛顿则相信 北京企图要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并寻求世界统治 当每一方都用零和视角来看待对方时 双方之间就没有信任 澳大利亚知名社会学家 悉尼大学副教授巴伯斯 在1月份拜登上任后曾预测 拜登将会很快发现 与中共合作是不可行的 巴伯斯当时说 中共政权从80年代到2010年左右 经历了一个自由化的时期 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一个好的政权 不是一个自由化的政权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镇压 巴伯斯还表示 美国过去数十年与中共的接触 显然没有导致中共的改变 每一次接触都只是意味着更多的军事硬件 或更多的技术被用去帮助中共 实施对本国人民的压迫和对邻国的侵略 中国男星张哲瀚日前应曾到日本乃木神社 参加朋友婚礼 及观光照片中出现禁国神社 引起了舆论震动 随机多个代言品牌与其切割 张哲瀚8月13日发布盗窃声明 指自己对当地历史知识欠缺 强调自己不亲日 深爱自己祖国 8月12日有网友扒出 近年大火的中国男星张哲瀚 曾远赴日本参加婚礼 然而这场婚礼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婚礼 从婚礼嘉宾到举办地点 都涉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 使得网友不由地质疑张哲瀚的政治立场 这场婚礼新娘是中国人 约贴就是由她在社交平台上发出的 新郎是日本人 张哲瀚是新郎的朋友 举办地点是在日本乃木神社 婚礼嘉宾还有戴威夫人 据中国媒体报道 乃木神社供奉的是乃木西点 其在日俄战争中曾入侵中国 吕顺 辽阳 亦曾在1895年入侵台湾 在二战前被日本人尊为军神 同时婚礼嘉宾之一的戴威夫人 也是颇受争议的人物 据称她曾是一名异己 后嫁给印尼前总统苏加诺 是一名传奇女性 她不仅曾为二战后的日本士兵 做善后安排 本身的言论也相当激进 是众所周知的又一份子 另一方面 张哲瀚亦被曝出 过去几年数次去日本游玩 游览过八板神社 禁国神社 并且还在微博发过日本军旗 在当时被批评后还发文怼网友 张哲瀚事件日前遭到了 中共官媒 人民日报 及共新团中央等官方机构批评 随后包括娃哈哈 可口可乐等 二十多个品牌已宣布 终止与她的合作关系 张哲瀚13日发表公开道歉 称对于婚礼举办场所的历史背景 和参加婚宴的其他人政治背景失察 这是我的过错 作为公众人物 我更应当时刻牢记历史伤痛 以后会更认真学习历史文化知识 丰富自己的专业素养 更加严谨和自律 再次郑重地道歉 另据报道 在日本纪念战败76周年前夕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 13日前往静国神社参败 引发中共不满 中共官媒发文批评日本 供奉双手 沾满世界人民鲜血的柜子手 犯下滔天罪行的历史罪人 是对历史的否定 在立陶宛与中共 因台湾问题爆发外交争端后 疑似有黑客近日 在网络兜售超过160万份 号称是 道次立陶宛外交部资讯系统的 机密电子邮件及文件 内容包括与中共相关事物 立陶宛外交部证实 部内资讯系统近日遭到攻击 恐发动刺 不友善国家 但不愿意进一步评论 立陶宛外交部11日 透过新闻稿表示 已注意到一项网络攻击尝试 相关调查工作已展开 立陶宛总统 脑塞达 12日进一步证实 有迹象表明 某些信息被泄露了 他又被视为机密 而泄露的信息 可能首先对盟友造成严重损害 俄塔社8月13日报道 立陶宛国防部长亚努索斯卡斯称 外交部去年11月也曾遭黑客攻击 去年及近日的攻击行动 都与俄罗斯特种安全单位有关 不过他也提醒 所谓的外泄资料可能以假乱真 或根本是造假 立陶宛外交部12日称 与盗窃文件有关的攻击来自不友好国家 与此同时 立陶宛刀费通讯社指出 网路上出现了出售 立陶宛外交部机密文件的消息 包含大约167.7万封电子邮件 涉及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等 重要国际政策议题的谈判细节 还涉及立陶宛对俄罗斯 白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等国的政策 以及立陶宛与中共的双边关系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8月11日撰文说 中俄有必要联手打击一两个美国的忠实走狗 以警校友 我们不能放任少数美国盟友 以突破国际关系准则底线的方式 挑衅这两个大国 中俄战略关系要对美国的盟国立威 这应成为中俄战略协作新的内容和方向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T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